第1835集 我赢了 只见半空中出现一个奇特的状况 宇迟迟左手狠狠抓住楚阳的右肩 而楚阳同样一只手抓住宇迟迟 两人竟然都抱着同样的想法 你他妈的别想走 竟然就这么相互的将对方定在了空中 宇迟迟另一只手疯狂万分的一拳一拳打在楚阳身上 每一拳都能打得楚阳喷出一口鲜血 骨头断裂的声音也就这么随之密密麻麻的接连不断的响起 而楚阳另一只手所持的九截剑 也同样不要命的一剑一剑的刺在宇迟迟身上 前前后后楚阳执扭的直把九截剑向着宇迟迟身上的同一个地方刺去 每次一下宇迟迟身上就是一阵白光阴韵 口中也就跟着喷出一口鲜血 这两个人都恍如不要命一般疯狂的攻击对方 唯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打死你 砰砰砰噗噗噗噗 这种声音众人之前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 但唯有这一次 每个人却都随着这样的每一声响 心脏都忍不住要跟着剧烈的抽搐一下 心神震动 两个人的身体一边互殴 一边不断升高 然后一边互殴 一边又剑刺降落 在这个过程中 宇迟迟已经不知道打了多少拳 楚阳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多少箭 每一箭都是途径天下又何妨 仿佛已经成为了某种习惯工作 终于距离地面大约有十丈的时候 突然空中传来了扑的一声响 就像是锥子扎破了一个气球那种声音 众人定睛瞩目望去 只见楚阳满脸都是狠辣的神色 这一箭竟然深深地刺穿了 圣人金身护体白光 深深地刺入于知识的身体 护体白光突然间爆散开来 九节剑剑剑剑带着鲜艳的血光 从于知识背后透出了半截 一一发光 随后嗖的一声又再度收回去 随即又从另外一个位置 九节剑剑剑剑再次冒出来 宇知识啊的一声长声惨叫 整个身子都在剧烈的颤抖 突然凭空用力 两个人的身体再度往天空高处飞去 而与此同时 宇知识的拳头也狠狠地砸在楚阳的脸上 楚阳的整个脑袋被砸得往外一偏 颈椎处咔嚓一声 可他手中剑却没有半点失疑 半点停留 连续三次在于知识身上进出 鲜血徐徐都空中落下 落在地上剑刺的汇成一滩 再也分不出哪是楚阳的 哪是于知识的 两个人的身上都在花花的流着血 口中也都是浓稠的血末 满头满脸满身都是血迹 有自己的也有对方的 这会儿两个人都已经陷于宾死的边缘 但二人眼中的战意和疯狂狠辣 却是谁都不比谁迅速 所有人看着交战中的两人 每个人都是紧紧地闭着嘴巴 静静地一言不发 这一刻所有人心中竟然都是充满了敬意 与迟迟那边的人 每一个都是以灭杀楚阳为第一要务 但此刻见到楚阳竟然能够如此凶悍的战斗 却也一个个情不自禁的心生敬意 这种敌人 可以说是任何敌人心中 有如梦魇一般的恐怖存在 但却又是如此的让人尊敬 至于楚阳那边 谭谭等人看着与迟迟此刻的战斗 却也自心底油然生起一股敬意 不管这个人为人如何 人品如何 单只看着异常战斗的话 与迟迟就无愧于莫云天副帅的称号 不管他是不是被憋屈 被逼成了这个样子 或者又是因为什么别的理由 但是只要一个男人 能够如此不顾性命的去战斗 去拼杀 那么不管这个男人是谁 都还是值得尊敬的 现在 这两个人之间的战斗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为了胜负生死 而是为了那一份坚持 就看谁能够比对手更加能坚持 哪怕一箭一拳的区别 能够坚持下去的 就是胜利的一方 两个人如今都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唯一能够支撑他们自己的就是 我一定要让对方先倒下去 这是一场男人的战斗 已经与生死无关 与恩怨仇恨无关 这种战斗方式纯粹的就是两个字 男人 雨池池身上透明的剑孔已经不下一百个 而楚阳的身上也满目尽是大片大片的塌陷 很明显是骨头完全破碎的迹象 这种伤势无论哪一方都应该死伤十次甚至一百次了 可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 两人却都不约而同 没有选择对对方的那唯一能够活动的手臂下手 我留着你 留着你战斗 且看谁最先一步坚持不住 砰的一声 两人终于同时掉落在底上 却仍旧相互的抓着狠狠对视 眼睛一眨不眨死死的瞪着 雨池池咬着牙再出一拳 慢吞吞打在楚阳身上 他的拳头这会儿已经没有任何力气 但就是这么在楚阳身上一碰 在平时也许连只蚂蚁都压不死的力道 却会让楚阳痛楚的哼了一声 楚阳手中的九节剑再度慢慢的抬起 以慢的出奇的频率 刺入了雨池池的胸口 好像在做一套超慢的慢动作 可惜他分明已经用尽了现在所有的全部力量 却就是做不到将剑尖穿透雨池池的胸膛 他只好慢慢的往后抽剑 显然是打算换一个地方下手 而在同一时间雨池池也如垂木老人一般 缓缓往回收拳 两人的动作都是那么的软绵绵的 有气无力 但是两个人的眼神却都在疯狂的燃烧 如同熊熊烈火 终于雨池池的拳头收回到一半 就那么软绵绵的垂了下去 再也抬不起来 楚阳缓缓的把剑从雨池池胸口抽出来 手腕莫名的一抖 那九节剑几乎脱手落在地上 但是他却咬着牙 无声疯狂嘶吼着 浑身颤抖又将剑再度抬了起来 雨池池愤怒的眼神看着楚阳手中的剑 全是狂热的燃烧 楚阳的剑一寸一寸往前递出 在这个过程中 两个人的眼神始终在死死对视着 突然楚阳满是血污的脸上 露出一个微笑 嘴唇微微息动 微弱但却清晰地说道 我赢了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剑最后一次 缓缓地刺入雨池池的胸口位置 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冻结 雨池池此刻已经无能动作 但楚阳却仍旧可以动 依然可以用剑 所以这一战 楚阳赢了 空中一声轰鸣 一个清朗的声音 在万里无云的空中悠悠响起 楚阳交战雨池池 妖黄天见证圣人修者 七千七百五十四战 魏真圣人层次者 楚阳 圣 生死圣父 各安天命 赌约结束 君子一诺 天道见证 史约旅行 不得悖逆 史约斯 终于在此刻做出了裁决 楚阳圣 魏真圣人层次者 楚阳 圣 雨池池眼中的神光 依然如同火焰一般的燃烧着 死死的盯着楚阳 良久良久 他眼中的神光 终于见此暗淡 身影一般的说道 我败了 原本紧紧抓住楚阳的手 突然松开 魏梧挺拔的身躯 也突然间摇晃一下 随即就推金山倒玉柱一般 向后直直摔倒 雨帅 雨帅 雨池池的一杆麾下 闪电般的冲上来 扶起了雨池池倒下的身躯 雨池池只是微弱的说出两个字 回去 然后就彻底的昏迷了过去 楚阳依旧鼻挺的站立 摇看着雨池池麾下抱起雨池池 仇恨难以掩饰的瞪了自己一眼 默默的一去 楚阳始终却是没有捎动 谭谭正在一边焦急的询问楚乐 丫头 你身上有没有师兄给你的丹药啊 总还有一两颗的吧 楚乐嘴巴贬着 我 我 谭谭急着跳脚 没了 你也没了 你咋都给用没了呢 楚乐哗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也没注意啊 你的也没了 谭谭文言呆若木鸡 两行眼泪就那么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这一战 楚阳毫无疑问 的的确确打出了自己的威风 但是却也打出去了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潜力 在最后 每一拳每一剑 都是在挤炸自己残余生命之火去战斗 不管是楚阳和雨迟迟 不管谁胜谁败 这两个人都很难有机会 再活命下去 除非雨迟迟的身上有莫云天天地缘无限次下的珍贵秘药 否则雨迟迟必死无疑 而楚阳也是一样 若是没有九重丹那个级别的灵药 楚阳也是必死无疑 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楚阳曾经在飞升天阙时 发放给楚乐和谭谭的九重丹 早就用光了 更要命的是 九重丹铲出大户 楚阳自己的身上 很显然也是没有的 如果还有九重丹 这一战怎么也不会打得这么的奇才 楚阳一边干仗一边嗑药的事情 两个人可是见过不止一次了 不说每战如此也差不多了 小心翼翼地凑过去一看 只见楚阳的眼睛呆呆地看着前方 瞳孔都已经在逐渐扩散 大哥 使用 楚乐与谭谭同时大叫 期许可以换回楚阳的神志 总算不负二人的呼喊 楚阳多少还有知觉 他们走了 走了走了 走就走了 大伙都安全了 众人早已气不成声 连同那战梦军八百将士 一同跪倒在地 为了一群曾经是他们敌人的人 现在却拼尽了性命 也要救他们一命的这个男人 人人都是虔诚的跪倒在地 泪流满面 走了吗 都走了吗 楚阳迷茫地接了一句 脸上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色 随即原本已经神采涣散的模子中 竟然再度爆射出了难以言喻的强烈的骄傲身材 与圣人终极巅峰雨 向后倒去 倒在了早已经满脸泪痕的楚乐尔的怀中 肋骨全断 胸骨破碎 头骨也有破裂 颈椎断折 脊骨断裂 断掉的骨头已经变成了千百碎片 大家检查了一下楚阳的伤 齐齐地无言以对 任谁都无法想象 在这样惨烈的伤势下 楚阳到底是如何战斗下来的 一般人就算有楚阳现在百分之一的伤势 也早就爬不起来了 但楚阳不仅能够战斗 而且还能一路坚持下来 一直支撑到对方认输之后 这才倒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认劲 这是何等惊人的意志力啊 眼看着陷入昏迷中的楚阳 众人也都陷入一阵相对无言之中 好一条铁骨铮铮的好汉子 但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 楚阳的伤实在太严重了 严重到众人甚至已经不敢貌似 搬动他身体的地步 唯恐一个搬动就要直接散了架了 这个担心绝对不多余 也不夸张 某阳王身上的骨头损失 粉碎程度 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 一个不小心 整个人真正的不负人行啊 可现在停留在这儿 却是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救治 第183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感谢观看